另外政府全力推广要补胃母乳 不过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 只能上班时间一天两次 一次三十分钟的补乳及乳时间 但是这些对于很多的职场妈妈来说 根本不够 甚至有人还因此引发了乳腺炎 今天就有立委提案修法 希望能够放宽时间 抱着小孩的陈小姐 是还在补胃母乳的妈妈 她说胃母乳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 才能顺利秘乳 但目前性贫法规定 上班时间一天两次 各三十分钟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补乳妈妈在职场 一直都会有个愧疚感 就觉得自己好像耽误了工作 或者是大家都在等她 那她窝在一个厕所里面 那个环境又不是很适合味道 人来人往的 她都让她心情没有办法放松 就只能利用你自己休息的吃饭时间 你可能少吃一餐 那你跑去挤乳 卫福部全力推广补胃母乳 但很多妈妈反应 返回职场后没有足够的挤乳时间 导致蜜乳量越来越少 很多人被迫停止补胃 立委因此提案修法 希望将现行的每天两次 各三十分钟的补乳时间 改为每天共九十分钟 不限次数 每个人的体质生理的需求都不一样 奶量也都不一样 那这样的限制 无形中会给妈妈很大的压力 那并且可能会增加这个乳房的疾病 立委指出 现行性贫乳法也只保障孩子 在一岁以下的妈妈能有补脊乳时间 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出生十二个月后仍然建议 不为母乳被导而驰 因此修法中也新增 孩子在两岁以下的妈妈 都能在工作时有补脊乳时间 修法最快渴望在这个会期 通过年底上路 记者学家谢谢问他报道